金梅社长 各位有心又有力的老师们 大家午安 我8月1号才刚调任世东国小 到现在还没有满月 很高兴今天可以看到这么多老师 他们在分享读报教育这么精彩的部分 那我想针对今天我负责的三个分享 也做一点回馈 首先是专画西式国小的刘荣之老师 我看了一下 在今天的16份的报告呢 荣之老师是聚焦在科学版自然与生活科技领域 这部分因为看起来刘老师本身是导师 导师又跨足到自然科学领域 显得格外不容易 最近有一个知名的杂志 即将快要公布了 他们有发现收入越高的家庭 越会让鼓励孩子阅读跟科学有关的文本 那这个 我很佩服刘老师的部分是 首先是他自己的身份 那么愿意跨到这个领域 是很不容易 第二个是科学阅读跟故事阅读是不大一样的 那么科学阅读呢 相对于小朋友来说 他因为少了情节 他需要 他对一般孩子来说 他不是那么有趣 那荣之老师的教学呢 相当有 相当了解孩子 所以我看到学生好似乎也可以在他的引导下有很多的收获 第二篇呢 是基隆长新国小的王玉成老师 玉成老师素材很多 所以他说话说得很快 不过聪明的人才有办法把话说得那么快又不打结 他们采用的是周刊 周刊对定年期来讲图文并茂 彩色版 这是感觉 当然是很舒服的 也是很很好的选择 在QQ家族的阅读计划里面 玉成老师介绍了好多好多的活动 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玉成老师不是只有在带活动 他是想要透过这些活动 培养学生一些能力 譬如说 他希望学生能够朗读的时候有流畅性 他希望学生学习里面的文学性 他也希望学生能够用心智图 或什么样的表格 能够表达文章里面的重点 摘出重点 所以他活动 看起来像唐一 可是他真正想要给孩子们的东西 却是藏在里面的能力 我觉得这一点 玉成老师做得非常好 他可以说是把这个周刊 从认识周刊 他一开始先介绍周刊的相关的元素 到使用周刊 最后 真的是超越周刊 到后面我们看到学生的作品 每一个部分都 非常非常的 精彩 可以说 真的已经超越了 那个能力被发现了 被突出了 学生的表现 令人耳目一新 第三 第三 组上台的是 新北市的万里国小 美玲老师跟怡婷老师 你们有没有发现 影片中 那个严小亨利的女主角 严小亨利的 蛮像那个 我们上台报告老师 气质好接近 对不对 就是 看起来 冷冷的 但是又很搞笑 万里国小呢 不容易是 他们是 四到六年级 四个班级 四个班级 我其实非常鼓励我们的 读报 实验班呢 或者说我们推动读报 即使没有申请上实验班 就是 如果一个学校只有一个老师在做 其实蛮孤独的 也没得讨论 没得商量 然后人家也不知道你在 可是如果一个班级 像万里国小 这样有四个班的老师 连行政都介入的很多 行政提供了 经费的支援 设施设备 譬如说那个 爆米花电台 都需要行政的协助 这样子班 学校很容易有风气 那么 我们创意是越滚越大 这样子的做法 万里国小真的很可取 很敢 很敢配我们所有 发表的老师 真的在你们身上看到 孩子的未来跟福气 谢谢大家 谢谢